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课文的讲解部分 我们看一下一开始 Modern sculpture really surprises animal 现代的雕塑已经很少让我们感到吃惊的了 雕塑,sculpture 大家知道它的动词怎么说吗 叫craft,C-R-A-F-T craft,进行塑造 The idea,在往下 That,大家需要做一个记号 是一个同位语 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呢 Modern art can only be seen in museums If it's mistaken 一个想法 下面在往下同位语 就是只能在公众场合 见到雕塑这个想法 是极端错误的 那么在讲单词的时候呢 石老师刚才说过 mistaken这个词非常重要 它的一个含义叫做be mistaken 就是错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一开始我们会发现 在复习 It can't have been my car You must be mistaken 这个不可能是我的车 肯定是错了 You must be mistaken 大家还记不记得 刚才我说过 这个想法是错的 叫the idea be mistaken 当然这个地方be可以改成 is or was都可以 第二个答案 比如说 I thought he said 12 o'clock but it might have been mistaken 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是 他说的12点 但有可能还真错了 那么另一块呢 还记着吗 买毯子那个事 We bought the rug in turkey If I'm not mistaken 这是一个结构 If somebody is not mistaken 如果谁谁谁没有去弄错的话 所以这个是对先前的一个复习 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再回头看文章 Even people who take no interest in art can't have failed to notice examples of monoscopting on display in public places 甚至那些对现代艺术 根本不感兴趣的人 他呢也不可能注意不到 在公众场合所展示的这些艺术品 咱们看一开始 对现代艺术品没有兴趣 叫take no interest in something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take no interest in something 完全可以换成 have no interest in something 就是没有兴趣 那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当然我们可以说 比如说 I have no or I take no interest in continuing this conversation 我完全没有兴趣 继续这样的谈话 那么这个结构啊 完全可以换成另一个结构 就这样说 叫 be of no interest to somebody or be interesting or not interesting to someone 比方说 it's a book that will be of interest to a wide range of readers 那么这是一本书 哪一本书啊 是对于大多数的读者 对于广泛的读者群 有着兴趣的一本书 当然也可以换成 be of no interest 就是没有兴趣了 那么另一个结构是这样 what do you do in your private life is of no interest to me 您在私下里去 您的私生活是什么样 对我来讲 完全没有兴趣 所以你会发现 一样表示没有兴趣 它的第一个结构是 have or take no interest in something 也可以换成 be of no interest to somebody 或者叫做 be interesting or not interesting to someone 所以这两个结构呢 大家可以取来回的替换 非常有用 好 咱们再回头看 甚至那些啊 对现代艺术 根本不感兴趣的人 他也绝不可能注意不到 在公众场合 所展示的那些艺术品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结构 叫on display 这个等于叫on show 而像第一块 his photographs were first put on display in New York 大家注意 be put on display be put on display 它的含义解释说呢 叫展出 一定要加一个put 那么第二块 也可以说叫 go on display or be on display one of the world's oldest cars have gone on display in Beijing today 全世界的老爷车 最好的老爷车 都是在北京展出的 那么再往下 if a quality feeling or scale on display is very clear and easy to notice 就是on display的另一个含义 好 我们看例句 the musical talent on display is extremely impressive 那么所展示出的 这个音乐才华 已经是显而易见 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 on display 这个结构呢 可以等于on show 也可以等于go on show no is about go on display be on show or be on display 都可以 但是另一个含义叫做 显现出 或叫做展现出 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继续 甚至那些对现代艺术不感兴趣的人 他们也不可能注意不到 在公众场合所展示的现代雕塑作品 那么在这边 我们还得要复习一下 我们在第一课里面的结构 就是cannot加have加过去分词 是对现在的一种猜测 它表示的是不可能 当然了 cannot也可以表示 couldn't表示 对过去不可能 好 我们看例句 anyone who loves animals can't have tolerated such atrocity toward them 任何爱护小动物的人 都不可能容忍 对小动物这样的残忍 所以这个结构是应该对第一课的复习 因为在第一课里面 我们提到这样的问题 第一课当中我们提到的是 这支美洲诗肯定是私人收藏家的财产 大家还记得吗 this puma must have been in the possession of a private collector and somehow managed to escape 所以现在我们还得要去做一番总结 那么也就是说 当大家现在已经学到了第18课的时候 大家的脑筋还应该去停留在 我们曾经学过的每一个细节 停留在每一个所学到的原点上 绝不要去现在已经学到了18课 但是呢 却现在就真的在18课 那么前面的第一课到第18课 应该成为一个整体 是应该是永远被我们所记住的 就这些原点 好 我们再看下一部分 那么下一部分是这样去理解的 他说 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它们是矗立在花园里 矗立在这个建筑和商店的外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 花园 建筑和商店 这三个词汇 它们都是具体的词汇 都是在指向上文的那个字 叫Public Places 其实大家知道 有经验的读者 应该会发现 他在干嘛呢现在 应该是在举例 他是用这三个词汇 来具体的阐述一下 在上文所学到的 什么叫做Public Places 好 咱们继续 We have got quite used to them 我们对他们已经很熟悉了 大家还记得 Be used to 这个含义叫做熟悉 大家还记不记得另一条叫做 过去常常怎么说啊 对 叫做used to 那么下一步 Some so-called modern pieces have been on display for for nearly 80 years 那些所谓的现代雕塑品 注意 Pieces 等于谁啊 还等于sculpture 就是雕塑作品 所以它对上文呢 又是一个替换 在第二段里面 大家还会发现 它一样会有替换 那些所谓的现代雕塑品 它们已经是展出了 有将近80年的光阴了 好 咱们看一下我们第二段 In spite of this 尽管如此 Some people Including myself 有些人 也包括我本人 was surprised by recent exhibition of modern sculpture 还是对现代的雕塑 给感到非常的吃惊 那么这时候大家会发现 Including myself 是放在两个破折号之间的 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是起到一种 同位语的作用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可以有哪些连接 同位语的词汇呢 大家看一下屏幕 such as such 点点点 as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that is in other words so to speak 和for short 大家一定要关注 在阅读过程当中 如果碰到破折号 我指的是两个破折号 那么可以将中间的内容 略去不读 去从而去搜寻主干 从而加快阅读的速度 那么现在我们要这样 就是你知道 心该念这本书啊 大家千万不要紧紧地认为 心该念这本书呢 它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学单词的一本书 其实它可以从 阅读 写作 词汇 语法 甚至包括口语 都可以去加一番 非常好的利用 所以大家知道 这种结构呢 如果你能够去 融汇贯通 其实像 两个破折号之间的地儿 其实你看着会很简单 但是在考试里面 如果大家知道 可以不读的话 就可以省去 大把的时间 好 我们再往下 关注一下 另一个点 The first thing I saw I saw是一个定义重剧 在修饰前方的 thing 就是我所见到的 第一件东西 藏下 状语重剧 When I entered the art gallery What's a notice 当我进入了 这个画廊 所看到的第一样东西 是一块告示牌 定义重剧 which says 上面写着 Do not touch the exhibits 大家注意啊 千万不要理解成为 上面说 那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一个例句 前方立着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 不许停车 那么大家会发现在汉语当中啊 这个写着叫做right 但在英语里面你会发现 它是这样说 There stands a sign which says No parking which says No parking 非常地道 那么所以在背诵和我们的 这个去 每天的这样去朗读当中啊 大家应该去理解 这样的结构 其实能够让我们去获得 非常好的一种语感 好 咱们继续 The objects on display were pieces of moving sculpture 那些展出的东西 是一些可以移动的雕塑 Oughtly shaped forms 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大家注意 Forms 大家做一个标志 它等同于谁啊 还等于sculpture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前方 老师已经 石老师已经提过一个词了 这个form 可以等于pieces 都等于谁啊 sculpture 你看是不是非常灵活 而且呢 能够让大家感觉到 非常的新鲜 每一次碰到我们 都会换另一种说法 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定从句 The suspended from the ceiling 从顶棚垂下的 奇形怪状的东西 Be suspended from 这个在我们17课学过 17课的题目叫 The long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world 全球最长的吊桥 Suspend it 它的含义呢 叫做悬挂 从顶棚垂下来的东西 大家注意 And moving in response to gas of fiend 而且是 对于震风的回应 对于震风的回应是 摇晃 什么叫 对于震风的回应是摇晃呢 就是一阵风吹来 它就会摇摇晃晃的东西 好 是什么呀 Quite familiar to everybody 已经对大家来讲 非常熟悉了 那么咱们再去解释一下 这个常句 在这个常句当中 这句话的主语是谁 对 大家很聪明 叫 Oddly shaped forms 奇形怪状的东西 而that 引导的是定音从句 再说一下 它的主语是谁 Forms 那么动词在哪儿啊 细动词 are 表语 Familiar to everybody 这些东西对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These objects however were different 但是下面这些东西却非常的不同 大家知道 这种东西在语法里面 叫做topic sentence 也就是说它下面马上就要说的是 对于上方的一个具体解释 如何不同 所以现在作为读者 敬请期待 到底怎么不同 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阅读的同学 你应该去好好理解 在读以前应该有一种预期感 好 我们可以关注 哪儿不同呢 Light up against a wall 靠墙放着的 这是一个状语 They have long thin wires 有一些细而长的线 再往下attached 作为记号 分词结构作定语 哪些细长的线 attached to metal spheres 是连接着金属球 These spheres had been magnetized 而这些球 又已经去被磁化过了 and attracted to each other attracted over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而且他们互相总是在吸引 或排斥 同性相吃 异性相吸 好 In the center of the hole 那么在大厅的中央 There were number of tall structures 会有一些比较高大的建筑物 是这样的吗 大家注意啊 Structure 这个结构还等于 咱们前方说到的 Sculptures 就是雕塑 你看我们现在有哪些词呢 Sculpture Forms Pieces 还有叫Sculpture 四个结构都可以表示雕塑嘛 在大厅的中央啊 是有一些比较 这个高大的雕塑 定从句 Which contained colored lights 上面安着彩灯 These lights flickered continuously Like traffic lights 这些彩灯 不停地闪一闪 定从句 就像是 他们像是交通指示灯 一般闪一闪 定从句 Which have gone mad 大家换一结构 叫gone mad 这个地方最好不要发成发疯 而应该是 Out of control 叫失控的意思 而那么这些指示灯啊 仿佛像失控的 交通指示灯一般 Sparks 那些火花 We emitted from small black boxes and red lamps flashed on and off angrily 这些火花 是从黑盒子当中 迸发出来 而大家知道 那些红色的灯泡 时段时序的 像发疯一般的闪一闪 这个地方angrily 倒可以处理成发疯 On and off 是时段时序的意思 比如说 Do not learn English on and off 千万不要去 时段时序的去 学习英语 好 下一步 下一步是一个 大家注意啊 You're a spreader like an exhibition of prehistoric electric equipment 它非常像一个展览 什么展览啊 Prehistoric electronic equipment Electronic equipment 这个叫电子产品 但是你知道 Prehistoric 有时以前 就是史前的电子展览一般 什么叫史前啊 这是一种修辞 叫做夸张 Overstatement 叫夸张 就是特别特别古老的 老电子产品展览 This peculiar forms not only seem to design to shock people emotionally but to give them electric shock as well 这些奇怪的东西啊 不仅仅是要给人们一种 情感上的刺激 而且呢 还要给他们一些 电击一般 那么这儿呢 是一个重点 咱们可以关注一下 Emotionally是一个副词 对吗 大家看大屏幕 它这个在汉语当中啊 就译成了短语 给人情感上的 形成了因汉互义的 不对称性 也就是说汉语呢 是一个相当于是 给人情感上的 就类似于一句话似的 但是你看英语当中呢 它是一个副词 这样来说呢 其实在我们在这个 英汉当中的 英汉呼吁当中呢 它是一种变通的手法 也就是说呢 就是在英文当中的副词啊 是可以经常被翻译成为 汉语的短语的 甚至可以是变成句子 反过来也是这样的 原因只有一个 它会让语言变得更加的 通顺和自然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例句 因为我是来自于贫困家庭 就是现在叫寒门 在如今的社会里 我感到身体上负荷过重 精神上压力很大 大家会发现你看第一块 身体上负荷重 大家可以看看啊 physically mentally 其实我们会发现 在身体上负荷重 精神上压力大 它是都是两个短语的变成 而原文只有一个结构 就叫做 mentally和physically 那么下一块 主要是那个 mentally更加明显一点 英语翻译成叫做 mentally 汉语呢叫做 精神压力很大 是一个短语 我们再看一下 胡适先生的 这样的一句话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e Chinese thought can be conveniently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periods 那么为了方便起见 中国的思想史 可以分为三个 主要的历史时期 那大家会发现 conveniently 那么为方便起见 我们就翻译成一个短语了 一个道理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The US is a superpower 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 你看这都是短语性质的 就不要翻成 政治的和经济的 那这个不好 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 都是超级大国 那么现在我们再给他 去关注一下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呢我们 其实是在我们的整个 这个英汉互议这边 它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 其实更关键的是 一种mental set 就是一个思维模式的问题 这个相当重要 那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最后一块 这些东西啊 不仅仅是给人们 一种情感上的刺激 仿佛还要真的 给人们惦记一般 这里面有两个结构 一个叫not only 一个叫but also 这个also可以换成 but to也可以 not only but也行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变化 就一般而言啊 有not only but as well 或者是not only but also 和not only but 这种结构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有一个语法点 就是它所连接的并列主语 所使用的 未语动词的单负数 要根据临近的原则 去考虑的 也就是说 是由它最近的名词 来决定的 比方说 not only his classmates but his girlfriend has donated some money as well 不仅仅是他的同学 包括他的女朋友 也捐了款 当然大家可以想想 同学家女朋友 肯定不止一个人 那你会发现 那他还用的是单数 因为离girlfriend 更近一点 一个道理 我们会发现 not only the speeches but also the writing has been replaced wiring has been replaced 不仅仅是那些开关 连线都已经换掉了 线离他近 所以用的是这个单数 和他相同的这个结构 还有either or 还有叫neither nor也行 比如说 either you or he is to blame 要么怪你 要么怪他 最后一块 neither he or you are wrong 就是你和他都没有错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文章 所以来说 这个语法 一定要去在哪儿学 语法 在文章里面可以学 不要去死般教条 所以这个结构叫 not only but 好了 我们的文章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